心灵法门佛学问答 问 有一位同修 他家族里很多亲戚都有失忆症 请问卢台长这是什么情况 需要念什么经文 答 失去记忆 用现代话讲教失忆症 健忘症 实际上从玄学上来讲 就是魂魄不齐 魂被牵走了 举个例子 你被某件事情牵住了 人家要告你 和你打官司 你天天惶惶不可终日 其他事情什么都记不住了 就是魂魄不齐 很多人的脑容量不够 脑细胞坏死太快 慢慢的就会失去记忆 而且在失去记忆的前几天会发脾气 一发脾气之后 造成其脑容量 脑细胞彻底消失 所以突然之间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就失忆了 这种例子很多 对于一些暂些性的失忆 首先 要靠人间的保养 保持充足的睡眠 因为睡眠是恢复脑细胞的一个很好源泉 其次 不要引起脑神经的刺激 要循序渐进的思维 如果突然之间很刺激它 很容易导致突然之间脑血栓 脑出血 中风等 就像橡皮筋一样 可以慢慢的拉松 但是如果突然一使劲 就会断掉 第三 要吃卵磷脂 有助于增强脑细胞 还有单身片 因为这些暂些性的幻觉或者失忆症 已经很危险了 说明血液经常流动不畅 血管分裂也出了问题 坚持吃单身片 可以活血化欲 可以维持自己不会突然中风 不会突然失忆 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念经修心 需要坚持每日功课 大悲咒十七遍 心经四十九遍 礼佛大颤悔文三到五遍 这三种是基本的经文 如一宝伦王陀罗尼四十九遍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大吉祥天女咒四十九遍 来接收天女散下来的幸运之光 其实天女的光也都是菩萨给的 往生咒四十九遍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鱼虾之类的小灵性不容小觑 如果有大量小灵性在脑子里 很快会丧失很多的脑细胞 并且结合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 每周三章以上 还有要多放生 许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